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 怎么学习古代汉语入门这门课 第一 我们作为外国学生 为什么要学习古代汉语呢 首先是为了了解古代的语言和文化 其次 是为了更好地掌握现代汉语 第一点不用多解释了 在这门课里 我们会通过读古文 学习古汉语的常用词 掌握基础知识 了解一些古代的思想和文化 我们的课叫做《古代汉语入门》 就是希望带大家走进古代汉语学习的大门 随着我们积累的知识越来越多 可以自己学习更多更难的古文 这里 我们重点说说第二个方面 为什么学习古代汉语可以帮助我们提高现代汉语的水平呢 现代汉语是由古代汉语发展而来的 两者之间在语音 词汇 语法 汉字等方面 都既有联系 也有区别 所以 如果我们了解一些古代汉语的知识 知道他们是怎么发展成今天这样的 就可以更好地掌握现代汉语 举个例子 比如者这个词 我们常常说记者 作者 读者 消费者等等 在这些词里 者都表示人 这个意思就是从古汉语一直延续到现在的 我们还学过或者 它看起来跟上面这些表示人的者没有什么关系 我们学了古汉语之后就会知道 或者的意思是有的人 有的人这样 有的人那样 慢慢地就发展成了我们今天表示选择的这个词 这个或者那个 另外 在学习古代汉语的过程中 需要运用现代汉语来进行翻译 这个过程也会不断地提高我们 应用现代汉语的水平 关于翻译 在这里要给大家介绍两个概念 直译和意义 顾名思义 直译就是直接的翻译 在把古代汉语翻译成现代汉语时 大多可以用直译的方法 一个词一个词地翻译过来 再组成现代汉语的句子 但是在一些情况下 为了更符合现代汉语的习惯 使表达更流畅 比如有一些现代汉语的语法 和古代汉语有比较大的区别 或者作者想说的 还有更深的意思时 可能就需要用到意义 也就是说 不完全按照原文的词汇和语法来翻译 第二 古代汉语有哪些主要特点 首先 单音节词占优势 我们在学习现代汉语时 见的比较多的是双音节的词 比如学习 汉语 朋友 还有一些多音节的 比如对不起 公共汽车 当然 单音节的也有 比如一二三 你我他等等 但是数量不太多 而在古代汉语当中 单音节的词就多得多了 比如我们平时说的 五官 眼睛 鼻子 耳朵 嘴巴 和嘴巴里面的舌头 现代汉语里都是两个字 双音节词 在古代汉语里 就分别是 目 鼻 耳 口 舌 都是一个字的单音节词 第二 古汉语中 一词多义的现象很普遍 同样的一个词 在一个句子里是一个意思 在另一个句子里 可能就是另一个意思 有的时候 甚至连发音都会变化 变成了另一个词 这时候要特别注意它们的区别 例如 在我们马上要学习的第一篇文章中 我们就会看到两个字 一个是放的意思 我们今天也还说 放置 置之不离等 另一个是买的意思 现代汉语中 同样也有 购置 置办等词 在我们学习时 要更多的积累这些知识 才能正确地判断 一个词在句子中 是哪一种意思 第三个特点 省略的现象很常见 一个句子里 有的部分没有出现 但还是能够清楚地表达 完整的意义 就是省略 在现代汉语中 也会有这种情况 比如我们刚开始 写作文的时候 很多同学应该都写过 我的一天 有的人可能会写 我早上七点起床 我八点上课 我十二点下课等等 这时候老师会说 不用每个句子都写我 对吧 这也是省略的一种 在古汉语中 省略的情况特别多 主语 冰语 甚至卫语 都有可能省略 在我们碰到这种情况时 就要注意分清楚 一句话是谁说的 一个动作是谁做的 等等 在必要的时候 我们可以在翻译时 把省略的部分 补充进去 使句子的意思 更加完整 对古汉语的这些特点 有了初步的了解之后 我们学习起来 应该更容易理解 也更有重点 在以后的课里 我们会用具体的例子 来为同学们说明 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特点 例如古代汉语的某些语序 与现代汉语有区别等等 我们会在后面的课里 专门为大家介绍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第三 如何学习这门课 我们的课包括课文和知识两类 主要是课文的学习 每篇课文会分两到四部分来教学 老师首先会带大家读一遍课文 在这一遍代读时 每一句的后面会流出跟读的时间 请同学们跟着读一遍 之后我们会一字一句的讲解字词 都讲完之后会再读一遍课文 并进行全文翻译 建议同学们利用暂停 重播 反复的听读 另外课后我们还可以通过 做练习来检查自己的学习效果 作为外国同学 我们学习古代汉语时 常常容易出现这样的两个问题 一个常见的问题是 没有把握住古代汉语学习的重点 前面我们说过 学习这门课的目的是 了解古代的语言和文化 并提高现代汉语的水平 所以我们的重点是语言学习 要一个词一个句子的理解清楚 不能把我们的课上成故事课 同时又不能死记硬背 当然我们确实需要记很多东西 但是不能只是靠背 而是要真正的懂 这样才能够举一反三 也就是说 在这篇课文里学过的东西 下次在其他文章里出现 我们还能很快地回忆起来 能够正确地理解句子 另一个常见的问题是 没有注意到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联系与区别 有的同学像学现代汉语一样 试着去用我们学的语法和词 这种方式在学习古代汉语时是不合适的 因为古代汉语不是我们现在还在使用的语言 所以我们学习的目的不是使用它 而是理解它 也有的时候 有的同学看到某个词在现代汉语里还在用 就简单地认为他们的意思一样 这样也很容易产生误解 比如国 我们今天说的意思是国家 但在古文中 它可能只是代表一个地方 比如国家的首都等等 所以在学完每一篇课文之后 都请同学们来检查检查 是不是能够达到下面的要求 要能够朗读课文 能够说出生词的意思 能够翻译句子和课文 能够在没有标点的情况下 判断句子的停顿 最后一条的意思是说 我们学习时看到的课文 是有逗号 句号 这些标点符号的 它们可以帮助我们理解 而在我们学完 学懂一篇文章之后 即使没有这些标点符号 因为我们已经真正地理解了 也能够很自然地把它读出来 好 我们的第一课就学到这里 祝大家学习愉快 愉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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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